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新冠肺炎疫情的记者会,花莲县2号是新增了确诊1218例 由花莲县长许正卫主持卫生局长朱家祥 教育处长欧淑敏列席 而对于花莲县远距教学延长一周 以及六岁学童领取免费快筛计等问题进行回应 花莲县政府疫情记者会,二日确诊新增1218例 由县长许正卫主持,并对远距教学 孩童领取免费快筛计的方式进行说明 零到六岁,免费来领取快筛计的部分 现在已经开始了 但是现在的药房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快筛计 还有非常多的快筛计计 那我们会施打会到六月七号整个都完成 六月八号是进行补打的部分 或者是未入院入校的满五岁的孩子 六月八号把他全部施打完毕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评估 刚才正卫也报告 其实学校并不一定是真的相对的热取 那我们从每一次正卫再报告 其实这两个礼拜都是未入学 入校入园 但是在未入校入园 我们的孩子的确诊数其实还是不少 我们评估了一下,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暂停实体课程程到六月八号 那我们在礼拜一到礼拜三 我们也会再做一些 做一些这个跟我们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这里家长再一次 看看整个学校的确诊状况的部分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指出14岁以下的儿童 确诊比例是偏高的 并且呼吁家长在回家时要注意消毒 这里面我们去分析 那这个14岁以下的这个小孩 那总共的确诊的人数是5583人 占我们整个确诊人口的占比 是15.2% 那我们整体来讲 全线这个确诊的人数 全线确诊人数的占比 但是是我们到5月31号为止 总共确诊人数是33,269人 那跟我们的花园县的人口 319,351人比起来 我们的确诊人口的比例是10.4% 那而且这个10.4% 那刚好跟我们的15到64岁的人口占比 也是10.4% 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整体看起来 我们老人家 那在这一波的疫情的状况 是被感染的人数比较少的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老人家 对自己的防疫的保护做得很好 那小孩子 那整体来讲 他的占比是跟他人口比例上是比较高的 记者凌杰花灵室采访报道